這個表演當然它不是我發明的 就是國外很多人在做 那台灣以前曾經有個叫李俊的藝術家 他就有把這樣的表演形式帶回來 所以也不只我包括像阿蘭啊 就是台灣其實有一些人在做 我覺得它很有趣的是它可以 就是可以讓你看到說聲音發展的過程 因為它是極限於就是現場做 所以有很多不確定性 那如果你會就是一個蠻geek的表演 如果你會看的話你可能會覺得蠻有趣 就是會看到說每一步怎麼對聲音做變化 然後大家這次的註定是什麼 因為它通常時間很短 剛才講六分鐘啦 但是今天就可能沒辦法壓在六分鐘 我沒有先練習 通常要壓在六分鐘是要練習 不然會不順 那六分鐘是叫做一種challenge 就是常常網路上會有 就說好我要挑戰你 我要六分鐘做一個live coding 那你也要做 就是要計時 然後看你六分鐘能夠寫到什麼樣子 那今天就沒完結 我就就只要讓我計時 讓我慢慢試 那我就會開始跟大家 做個成章多少跟我 等我一下 是不是太少了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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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撒yes 善� 善 救护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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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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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